新聞 挖挖挖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曾鴻怡 我是宇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是一位已經瘦了的旅遊業者 叫小胖 第二位是作家夏菲 還有一位是命理學家林正義老師 另外一位作家索菲亞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瘦多少 我這樣子瘦下來27 他最胖125 現在98 你不會是講是汶川地震的時候吧 汶川地震那時候還瘦 比那時候還瘦 難怪我覺得剛剛看到你就輕飄飄 說二十幾喔 二十幾 有 很明顯 OK 好 其實人生那麼無償 何必在乎這個事情 沒有啦 覺得說瘦一點 對身體健康也比較好一點 那你幹嘛在乎 我沒有在乎 現在已經不在乎體重了 OK 不過坦白講啦 今天要來提的就是說 太多那種不可預測 有人上了飛機 有人沒上 有人是本來沒上的 後補上了 OK 不管是從馬航的 還是我們的復興航空 甚至於阿爾吉利亞也掉了一個飛機 就是很多事事難料 那麼也有很多那種離奇 就覺得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是發生在彰化 有一位蘇先生 在7月16日開小貨車失控 撞往西邊 還好 路數擋 把它擋住了 它逃過一劫 所以說 還好 做了一場驚嚇 人家沒辦法 這可能有可以傷到 沒想到呢 事隔五天 再次騎機車經過同一個路段 就在距離前一次事故前方500多公尺 其實500公尺很快 很快 結果呢 就衝撞提案 這次那張手也沒在 沒人家自己撞到 然後就墜息 兩個小時之後 被撈起來的時候 一直沒有氣息 所以呢 更巧合的是 同一個車禍 同一個 兩次車禍 都是同一個園警去處理的 這園警 一看這場景 一看到這個人 好舒適喔 五天錢 那個 所以園警感嘆說 這是命中注定 實在離奇 那也有媒體報導說 這好像電影絕命終結戰 以為說大難不死 但是 炎王 後面還有個死絕 真的在擋他 炎王的安排 還真是 不是我們人可以預測的 這同一個地方 是 老師 如果是在那邊到我手裡撞到的時候 去坐坐會比較好嗎 對啊 你應該要處理的 我姐夫的一個朋友 也是那時候台灣流行那個標策 那你就一頂行 就去標策 去北宜標 標標就連下去 標過頭就掉了嘛 掉了那個藤 漫藤 對 車下去穿上去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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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朋友 年輕人 說 先不要叫 先吸一下 就是 激烈嘛 那吸比較小 太特別了 然後再去把它 大家再大火把它拉上來 再一個禮拜 在石製 弄死 就是跟這個情形很像 因為地區 因為可能他覺得 可是老師 這個就是說 我們同一個地點 如果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甚至於不一定同一個地點 就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要處理一下 其實就應該去再處理 因為可能你 他的第一次可能只是警告 給你機會 對 那你不會處理 那就是 你沒處理了 所以一般來講 鄉下人其實像 像我們 插個話好不好 你好師 比較有人這麼快 就連下去那裡 那裡那個 那裡那個 對 所以可以 對 對 怎麼連下去 像他也有留下最後的生意 你說你要把他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已經危險了 也危險了 大家先想想 大家先想 那就表示這一定不會處理 因為大家都覺得 在處理 一方面要處理 第二方面 坦白講你自己行車 就要走路啊 就要更謹慎 這個像 墜落溪谷被撈上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還是有一個人為的一點 自己的製作 你也不可活 為什麼 他身上有 有注射毒品的器具 而且呢 對 感覺好像有監視器 有看到他那個 出門的時候 那個摩托車 精神恍惚 有在 有在晃 這樣子 那可是為什麼會 就是說 以前也不會啊 那為什麼就這段時間會啊 說廢啊 是被纏上了嗎 會這樣嗎 嗯 被 因為如果是 我覺得這真的是 生死 生死是有命啊 我們台灣話常講說 沒住心行住心 所以人什麼時候會走 其實都已經注定好了 跟印度的那些哲學家講的一樣 人的命運 早就寫在你的額頭上了 就像走馬燈一樣的 他走到哪裡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對啊 像那個 一神教裡面也都常會講 凡有血氣的 必常死亡的滋味 就是人都一定會走的啦 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 外林的干擾 我覺得是 是有限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 曾經卡印的例子就是說 我覺得他頂多 只是讓你比較心神不靈 然後注意力不集中 會恍惚這樣子 那你在這個當中 比較容易產生意外 不過除此之外 我覺得 你說他要把你推落山谷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都不覺得他們有 他們有這樣子的能力 這個人會出意外 我判斷是不是跟吸毒有關 對 吸毒就恍惚嘛 因為我們人也恍惚 我有一個天 其實 肚子有一個 我判斷是鳥子 我們開車是開得比較快 那不注意 就要把他告過你知道嗎 告過一隻鳥子 四個鳥子 你心裡會跟他一想說 啊靠 人家說不是我告到鳥子 不及你嗎 你心裡一直想說 我告到鳥子 不及你 然後一直從後視鏡 要去看那隻是不是鳥子 對 要看後視鏡頭上就被人擠了 好 那是什麼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嘛 你就自己一想說 啊我不及你 我不及你 我有一次從太魯閣 要開回去宜蘭 然後正好在太魯閣的前面 有一輛紅色的轎車 那本來我開在這一線 他應該是轉彎 在我這一線應該是趕快 還有200公尺左右 我看他就就沒有 不會換車 就看他沒有換車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他應同要換車 後來沒差到 我就把他開到最邊的那個 就是十字路 十字路 因為那個沒多大條 蘇花那個沒多大條 我就卡著很邊 他剛好他的車子跟我 要停起來 停起來 那個是一個女的 車門說 我哪有寒舌路趕快過來 然後就踢車子 然後在這個 那有什麼寒舌路趕快過來 他就寒舌路 洗不過來 他在那裡 所以他下來他自己講了一話 可是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是聽到烏鴉 就是聽到烏鴉叫 這是我一生中 開車還可以聽到烏鴉叫很大聲 所以我那時候已經覺得 烏鴉叫不太妙 我才臨時決定 你聽到烏鴉叫你就這樣 就說你有個直覺 我那時候本來是烏鴉要怎麼做 但是只有台灣的 都說烏鴉 不是 台灣烏鴉才有這個問題 我第一次去美國 聽到烏鴉叫我 一個早上都沒有出門 後來想不對 他都沒有要停 對啊 我想說烏鴉叫不要出門 就是整天我在叫 台灣還是有那時候 他很少 所以我才 這就要警訓了 烏鴉是吉祥的 對 反常沒有邀 日本是神鴨 是神鴨 人家都是吉祥的 當然 他告訴你 趕快 所以日本烏鴉一叫我就出去 一直叫我就出去 好 彭妮哥 接下來 我就開回宜蘭 大概開了三公里 車子就自動停一下 然後也沒什麼毛病 你就重新發動 然後就這樣三公里 到了下蘇發沒有問題了 車子OK 後來雲門打了 對 那個貓跑過來 狗頭鳥 沒有 我那時候就決定 速度還快 你如果動車就給我死了 所以我速度 也是跟你一樣 後視鏡看貓還活著 但是之後我就把車賣掉 但是我確定狗頭鳥 那個車就無緣 我確定狗頭鳥真的不吉利 外面真的出車好 是啊 所以 你從科學的角度是說 一直因為分身 分身所以車禍 對 可是你從狗頭鳥不吉利 那個事情 真的是車禍喔 不是啦 因為那時候 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 他一直狗頭鳥 他在陽明山那裡 他剛才在過去 他知道那邊有廟 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是什麼路段 有一間廟 陽明山三樓山有廟嗎 反正我不知道在哪裡 你說什麼 他就停下來 他自己停下來 去廟裡拜拜 稍微動一下 應該講說是 這那個 收攝心神 把心神重新收攝回來 然後整理整理這樣子 也跟他說 抱歉 抱歉 拜拜一下 結果呢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看那個新聞好像 他因為這樣纏到 所以本來要 好像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跟人家有糾紛 本來人家穿在那裡 等他 因為這樣纏一個 像他散過一截 所以 鳥是在幫他 抖 你知道嗎 他也真的有抖到 他說 乾脆停下來 如果收攝心神 然後再繼續前進 那也因為這樣 他擋過另外一個災 所以有時候 他未必是會帶來災難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很特別 對啊 來 接接 新聞 畫畫畫 我們家是三隻鳥 所以我很喜歡貓 一隻狗 有一隻狗 三隻鳥 要一隻拖 如果跟小孩 就算有兩隻野獸 所以我很愛鳥 因為有可愛動物區 還有猛獸區 猛獸區 對 對 那貓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說都會 如果夠過就是算厄運 但是貓也可以帶來好運 對吧 聽說你就是因為貓帶來好運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狗 我是狗派愛狗人士這樣子 那對貓來講 頂多就是覺得 看牠覺得很可愛 可是不太會去親近 可是剛好我住的地方 我在南部租房子住 然後剛好就來了一對貓兄弟 長得很可愛 我常常餵牠們 結果餵的位置有一天 發現其中一隻比較小的 牠腳斷掉了 然後我就帶牠去看醫生 那隻貓牠是非常膽小 從來不讓人家碰 可是牠卻願意讓我抱 然後讓我帶牠去看醫生 往上因為醫生就是建議說 不要再把牠放回去 免得牠腳折到會嚴重 我就往上把牠抱著睡覺 然後就跟牠說 你就好好睡啊這樣子 那一天牠就睡在我胸口睡著 我就覺得跟牠滿有緣的 然後就常常 那時候是冬天 就常常把牠帶上來睡覺這樣子 洗洗睡 後來就是 因為常常養在家裡